大家好,我是容生容业小玉 今天教大家编织这款蓝式蜂窝花的帽子 一直没给大家专门出一个蓝式的款的帽子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帽子的形状 非常好看,也比较好编织 我用的是松鼠绒4.25毫米的磅针 大家也可以选别的线材去做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帽子 它的起帧帧数是90帧 用松鼠绒的花,90帧 然后这个花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你们看一下,它这就是 这个是反帧,这个是下帧 也就是下帧两帧,然后四帧上帧 然后这个下帧的地方就是这样子 它这是两条这样子拐 来回的这样子拐 就这样子的去绝 上帧就是上帧 可能就是大家先大致的看一下这个情况 回头咱们就开始来绝 7帧,起90帧 蓝式的头围 松鼠绒4.5毫米的磅针 差不多了 打一个结 抛在磅针上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起的是这个下帧 起一下一上,一下一上的这种 机器边 我们第一帧直接从这个线圈打了一个活节之后 刚刚说话忘了给大家说 这是打一个活节 啊,套在左手的磅针上 现在我们从这个线圈里面 这个线头稍微留长一点 最后你缝合 给这线头缝进去藏起来的时候 然后好方便点啊 别太短了 不好缝 第一帧之下帧 从这线圈里面啊 挑出来 看一下 套在左手磅针上 然后呢 这就是相当于是两帧了 然后下一帧起帧 就是从这两个线圈中间 从这中间去挑啊 这样子 这个上帧 套左手磅针上 然后又是从这个之下 起完一个上帧之后就一个下帧 也是在这个线圈之间活动啊 下帧起完了 起上帧 然后下帧 上帧 起的啊 起的稍微松点 别太紧了 太紧了 你第一行之的时候比较费劲啊 按这个规律 大家自己起完90帧 起完90帧 也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的这个花形呢 它是6的倍数 如果你们想要多支一组 假如说啊 头为大一点点的话 那你就起96帧 啊 头为小 要是给小孩子支 那你就是 每6帧 6帧的减啊 好 我们起完了 帧之后 总的是90帧 一根帧上分成30帧啊 我为了让大家 就是在录制视频过程中 让大家看得明白 然后呢 我就起了个小样啊 帧数没有够90帧 但是知法是一样的 你们就参考着 这样子去看啊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支第一圈 我们给它分到三根帧上 每一帧上 每一根是30帧 我们这个帽子是每6帧 为一组 呃 我们因为花形的原因 所以呢 我们要第一帧 第一帧 这个第一帧连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呢 大家看到啊 这里呢 一定要在一个平面上 不要拧了啊 第一帧 支一个下帧 这帧线啊 这个下帧 好 下帧支完之后 绕线上来 支四个上帧 我们就是第一帧 和最后一帧错开 中间都是两啊 呃 一样的重复的 就是第一帧 和最后一帧错开 四个上帧 四个上帧支完之后 绕线下去 然后呢 然后是啊 然后是两个下帧 然后又是绕线上来 四个上帧 我们中间都是这样子 重复去支 它是六帧为一个花样 那就是两个下 四个上 啊 为一组 支完了 四个下帧 上帧之后 把线绕下去 又支两个下帧 然后把线绕上来 四个上帧 中间都是这样 重复支啊 我们上面呢 你们每一根上面是 三十帧 我这上面只有 十八帧啊 但是支法是一样的 你就按这个规律 一直推 支到最后啊 好 最后呢 我们这上面剩下一帧下帧 一帧下帧 我们就支一个下帧 支一个下帧 啊 好 这根帧就支完了 接下来换第二根帧 这个支的比较小啊 小样 然后比较爱事 好 第二根帧上第一帧支下帧 第一帧和最后一帧 重在一起的话 它也是两个下帧啊 绕线上来 然后呢 就是四个上帧 这一圈就这样子 重复去给它支完啊 总的是九十帧 九十帧之后呢 呃 一共是两 就是都是两下四上 两下四上的 一定要从 这个规律 啊 一定要这个规律 就是我们的这个帧 第一帧和最后一帧的这里呢 呃 给它连接好啊 总的我们支完了之后 这个帽子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圈 啊 螺旋的这样子的循环的一圈 没有说哪里 只有一个下针的啊 好 你们支完这一圈 好 我们这一圈 直到最后啊 四针上针支完之后 把线绕下去 最后一针 是一个下针 好 第一圈呢 就支好了 我们第一圈呢 它就是 最后的一针 和第一针 就是两 两个下针 然后就是两下四上 两下四上的完成 第二圈到第八圈 我们都是重复第一圈的支法 也就是我们是每八行呢 然后换一次这个支法 这个中间啊 这个 这个竖着的比较直的 这一部分是八行 现在我们支了第一行了 接下来的七行 都是重复的支法啊 第一针支下针 然后绕线上来 然后是四针上针 好 把线绕下去 两个下针 绕上来 四个上针 我们从第二行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连续八行 支这个一相同的针法 两下四上 好 你们自己去完成吧啊 好 因为是支的小样 所以呢 我也没有去支八行 但是你们支帽子 一定要支八行 我这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 怎么去数行 数自己支了多行 数这个V字形的辫子 像麦穗一样 这个 一个代表一行 两行 三行 四行 像我这就是四行啊 一二三四 好 你们支八行 你们支八行 支完之后就开始 我们要错开一下位置 就是像这样子 我们像一个 这个Y字形的一样呢 给它这个两针 下针 给它错开 现在开始啊 我们现在呢 它这两 我们的第一针 第一针和一个 这个上针 这两针呢 给它错开一下位置 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针 把这两针 用这个棒针挑下来 挑下来之后 左手的棒针 去挑这个下针 这样子脱落 然后这根 这个上针呢 用右手的棒针 挑起来之后 再放到左手的棒针上来 给它交换一下位置 但是前提是 我们的下针 永远在上面 在这个表面 如果说给大家 你要是挑 挑坏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挑错了位置的话 你看一下啊 如果不小心挑成这样子了 把下针放到上面去了 然后这个上 上针在上方来了 然后它这个下针 就把我们的这个上针 给盖住了 然后织出来的花样就不对啊 你看一下 这样子拧的话 上针在上面 所以调的时候 我们的下针 是在上面的 这个上针在下方 这样子调啊 好 这个下针呢 还是支下啊 这个上针 还是支上针 还是支上针啊 下针还是支下针 只是把位置交换了一下 啊 这支交换 后面中间呢 这里还有三针上针 这一针啊 第一针 相当于啊 我们的第二针上针 指一个上针 第三针上针 指上针 现在又来到了 我们这两个下针的地方 右边的这个 和我们的相邻的这个上针 给它交换位置 刚刚给大家说过 上针要在上方 下针要在上方 说话竟说胡话了啊 上针啊 这样子交错 下针永远在上方啊 看一下 这样子 下针还是我们要把它支下针 就把线绕下去 好 绕上来 因为这是上针 支一个上针 现在又来到了 我们的这个下针的位置 那还是要错开 左边的和左相邻 左边的这个上针交错 右边和右边相邻的 这个上针交错 上针还是支上针啊 下针支下针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呢 它就是一组花样 上面呢 就是 这个两个下针 各往一边偏 中间 出来了两个上针了啊 这个上针的四针的地方就变成了两针 只剩下中间第二和第三针上针支上针啊 就是相当于 你看一下 这是第二针上针 第三针上针 第一针已经和这个下针交错了 我这样说大家能说明白 能听明白吗 这两个上针支上针 相邻的左右各一针上针要交错位置啊 和下针交错 我们这一圈都是这样子去给它交错换一下位置啊 上针和下针 我们要给它交换位置 用这棒针一条 它就比较方便 就像是有点像领麻花啊 好 绕线下去 直下针 绕线上来 这个第二针上针和第三针上针 直上针 好 又交换 记得上针保持在下方啊 好 一个上针 下一根棒针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的去交换 看一下 这是一个下针和啊 下针我们就应该往左边偏 调起来 调的时候啊 记得这个上针在下方 还是直上针 绕线下去 这个下针直下针 好 两针下 两针上针 然后看一下 调起来 下 棒针从下方去调这根上针 啊 这样子就保持我们的这个下针 永远在上方啊 看我的针怎么动啊 看我的针怎么动啊 好 两个上针 我们就这样子去织完这一排啊 好 我们第一圈扭完 就是说 就是说 织完这个花之后 最后一针是上针啊 倒数第二针是一个下针 呃 整个这一圈的规律就是下针给它错开了 两根下针之间都是两个上针啊 里面是两个上针 外面也是两个上针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错一圈 就是按这个规律再去错一圈啊 我们在最后呢 错成了效果就是 我们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然后错 错了之后 然后把这一个下针和这个下针 然后错连在一起 又往上支 不加不 又这样子竖着的 不啊 不插滑形的 又往上支吧 哈 看一下 现在我们是这样子上来之后 然后错 然后又这样子上去啊 呃 现在我们来之第二行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里要两行变换一次啊 刚刚第一行已经支了 第一针是一个上针 我们这个上针正常的之上针 啊 之上针 然后这个下针还要往左螺一针 就是他俩再接着换一下位置 还是要上针保持在上面啊 好 这是个上针 我们还是上针 好 绕线下去 下针 这一针下针 啊 这一针上针和我们的这个 下一组的 这个下针 他们俩 拿交错一下位置 好 下针 绕线上来 上针 这里呢 还有啊 还有两针上针 我们这两针上针正常的 直上针 好 这个下针和左边的这个下针 给他交换一下位置 好 直上针 下针还是直下针 接着交换位置 下针 下针 然后上针 三针上针啊 然后交换位置 又是一个上针 那就是相当于这中间变成了四个上针了 看一下啊 四个上针 然后下针 接着交换 我们这一圈就是这样子去给他织完啊 上针 上针 啊 这一根针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下一根针上面 还有一个上针 下针这里 我们要交换 交换完之后 绕线上来 因为这是个上针 我们要直上针啊 下针 下针 交换 好 又是上针 就这样子去给他织完这一圈 啊 大家就自己去完成吧 第二次我们给他就是这样子变换位置之后 最后两针是上针 倒数第三针是一个下针 啊 这样子大家就看明白了啊 我们从 这个把这两针 这里呢 是这样子 交捉位置之后 然后他就和 这样子又重叠在一起来了 这里又变成了两个下针啊 这里又变成了两个下针啊 这中间是四个上针 接下来我们就按这个该之上针 呃之上针 该之下针的地方之下针 又之八行 又这样子之八行啊 那现在呢 我们第一 第一针和第二针之上针 第三针 第四针之下针 因为我们是变换了位置了啊 后面的这里就是上针 好 然后绕线下去 两针下针 在这里呢 对于新手的话 你最好呢 在这 因为现在我们是不啊 就这样往上针 正常的往上针 要支八行 你在这个下方 这个位置形 刚刚支出来的 这个位置形的辫子里面 用记号扣标记一下 呃 这样的话呢 下一次你就好数 这样子第一行 然后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一直数八行 支八行啊 呃 这又重复了 我们这前面的支法了 你们自己去完成这八行 然后呢 我再教大家如何去变换下一次这个方向啊 你看一下 这现在又这样子重复的支了 就是两下 四上 两下 四上啊 呃 你们去完成吧 好 看一下啊 第二组 也就是我们的 我们刚刚已经扭过一次了 现在第二组的这里呢 八行 我这里支了 四行 我不再往下支了 你们自己去往下支吧 啊 另外的四行 好 我们进入这一行的这样交叉 啊 在这里 现在我们交叉这里啊 看一下 我们的前面两针是上针 先把第一针上针支掉 第一针上针支掉 然后绕线下去 因为这里开始呢 我们又要交叉了 它都是 右边向右边错 左边向左边错啊 好 下针 上针 交错过来的这个上针 还是支上针 好 现在呢 左边的这针下针 往左边错 还是支上针 绕线下去 下针 好 这里有三针 三针 上针 还剩下三针 这中间的两针 只正常的上针 绕啊 绕线下去 交错啊 我们每一次都用半针 这样挑呢 它比较快 也不容易脱落啊 好 就按这个规律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支过一次 这稍微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都会了啊 我给大家支完这一行吧 这一根针啊 这是一个下针 最后的一个 一个是上针 好 我们就是按这个规律啊 还是和我们前面样支位置呢 错开一下 这两个下针呢 又错开了 里面两个上针 外面两个上针 把这一圈支完 好 咱们呢 这一行就支完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行 还是要给它交错 还是给它交错 现在就变成了啊 第一针是个下针 然后中间 先连续支三针 上针 然后又交错 记得我们的下针 永远在下方 上方啊 下针在上方 好 这针 然后又是一个上针 现在我们这中间又变成了四针 上针了啊 好 交替 现在这里呢 它又这样子 看到了吗 又这样子重叠在一起了 不要绕啊 咱们只习惯了两下两上这种的话 这这里呢 有时候就容易迷糊啊 这样子挑 好 看一下 我们这中间这里呢 它就又连在一起了 啊 这两个下针又连在一起 嗯 我们现在呢 就是刚刚扭的这里 然现在 现在我们是扭的第二行 扭完之后呢 我们又是支八行的 不加啊 这个往上支八行 支完之后 又这样子重复的扭 有交错位置留两下 然后又支八行 支完八行之后 支完八行之后 我们就又留啊 这样子交换位置 总的从下起针开始数 我们这样子数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啊 支这个柱子呢 你们数一下 有四次 然后就开始 四次支完之后呢 我们也把这个位置交错完之后 就开始减针 啊 减针 后面的这两行 我现在我们支的这里 这里呢 这里呢 我就不去给大家演示了 你们就按这个规律 去给它支完 然后我教大家如何减针啊 好 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总的呢 这样交错的支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四次 支完这四次啊 中间呢 都是八行的这个 两下 四上 这样的支法 总的交错四次之后 就开始减针 我这里呢 因为是小样 所以呢 就没往再往下去 重复这个不加不减的 那个规律 支法都是一样的啊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开始减针 支完了这四次之后啊 你们就开始跟我一样减针 第一针下针正常的支 然后绕线上来 第一针和第二针上针 给它上针合并 这上针合并 两针合并为一针 后面的这两针正常的支 好 下针呢 我们就是 下针正常的支下来 我们就是交错完之后 就开始减啊 两针合并为一针 就是我们四针上针的地方 第一针和第二针 第一针和第二针 合并为一针 后面的就直上针 下针两针正常支 按照规律 剪完这一圈 下针不剪啊 好我们剪完这一圈之后 就是变成了中间 从四针上针变成了三针啊 每一个上面都剪 下一圈我们就不加不剪的 这一圈 遇到上针之上针 遇到下针之下针啊 那就第一针是下针 绕线上来 然后这中间的三针就有支上针 后面的两针支下针啊 这一圈就是这样子剪 我们的帽顶呢 就是剪一圈 不加不剪的支一圈啊 也就是剪一圈之后 不加不剪的支一圈 剪一圈支一圈 好接下来呢 你们把它支到头 我教大家剪第二次剪针 好我们的不加不剪 这一行支完 接下来第二次剪针 第一针下针 我们还是正常的支 我们刚开始剪针呢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上针去剪啊 然后又是这三针的前两针 合并为一针 然后一个上针 下针还是正常的支 我们就这样子剪 剪完这一圈 再不加不剪的支一圈 然后一直支 我知道我们中间呢 只剩下一针啊 你们就这样子去给它支完 这个剪针啊 好当我们的这个啊 就是一直剪这个中间的上针 剪到最后只剩下一针之后呢 我们也这样子支了一圈 不加不剪的支一圈啊 就是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两个这样子 我们都给它支一圈之后 现在进入下一圈的剪针啊 我们就直接两针合并为一针 这样子啊 就是直接每两针合并为一针 这棒针上的所有的都这样支 每两针合并为一针 支完这一圈 支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 不加不剪的再支一圈 如果这棒针上不够了 如果这棒针上不够了 我们可以给它这样子 穿过一针来 这两针合并为一针 好 你们支完这一圈 再不加不剪支一圈啊 都支下针了 现在减针这一圈都支下针 第一次啊 第一次两针合并为一针 支完之后呢 然后又不加不剪的支了一圈下针 第二次两针合并为一针 因为我起的这小样特别少针数 所以呢 我这显得不多了 你们那上面可能还会很多针啊 接下来呢 就是又两针合并为一针 每两针合并为一针 这里还是不够支了 像刚刚一样啊 然后就这样子呢 给它穿过去 和另外一根针上 借一针过来 这样子支 我这里呢就不减了 因为太少了 这针数 你们就是每两针合并为一针 支完之后呢 又不加不剪的支一圈 然后再两针合并为一针 这样子支一圈 这个针数就剩下十几针了 然后就断线就可以了啊 这个帽子 后面都是这样子 两针合并为一针 然后支一圈正常的啊 然后再合并一次 然后就可以了啊 好 当我们剪到最后针上面 只剩下十几针了的时候 把线头剪断 稍微留长一点点 用缝合针 穿进去啊 我们把这个棒针给它 我们就是从这线圈里面 给它套一下 陀螺 啊 陀螺棒针 另外一个上面 陀螺 好 我们再可以呢 接着原来的这个线圈 这个洞里面 再这样子给它双线 相当于双线的 相当于双线的给它再过一下 嗯 这样呢 我们这个帽子呢 它这个顶部 就更牢固一点点啊 好 好 给它从这个顶端 往帽子里面 穿到这里面来长线头啊 绕两下 固定牢固 然后再到盐的这个里面 给它留长一点 好 剪断线头 我们再把这个 起始部位的这线头长一下 这个帽子呢 就是这样子做的啊 非常简单